民生社区是台北市最早引进美国社区发展概念的区域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各种风味不同的小馆 或者是有异国风情的酒吧与咖啡厅 但是这里最有名的,竟然是这间 有时候红豆饼 别看店头来面,红豆饼做很多 你如果我来,等着就买不了 I'll raise those more from the place that foes go Let's paint the city black and glow I'm gonna be a miracle 至于会叫有时候红豆饼 那除了是我们红豆这首歌副歌很常提到 有时候是三个字以外 那另外也可以连结到就是有时候下课啊 可能喜欢吃一些点心 那就觉得是童年一种很满足的很快乐的时光 就是一种小确幸的感觉 那当初会选择做红豆饼当创意的话 一部分原因是女朋友很喜欢吃红豆饼 就是她觉得小时候最喜欢的点心就是红豆饼 那另一个原因就是呢 我觉得红豆饼它课程很广 就是除了从小朋友到老人家 她都是会接受很喜欢那个点心 所以觉得还蛮值得来好好推广它的 很神奇吧 这一个外形圆圆的 只有薄薄的外皮 以及饱满内馅的食物 竟然是在民生社区有着广大粉丝喜爱的红豆饼 更不可思议的是 老板阿伟凭借着打工与上网学习 自己研发出来了三甜一咸的口味 加上日式文青风格的装潢 2015年刚开幕的时候就掀起了一股红豆饼热潮 但是听说这红豆饼热 好吃到人喜爱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红豆馅料的部分呢 就是选用我们精心挑选 饱满又漂亮的屏东红豆 那也是每天现做 那制作的方式呢是用压力锅 它可以把红豆煮的每一颗都非常的绵密 然后而且很透 吃起来又同时会带一点颗粒的感觉 那再来就是加入我们的二砂糖粉下去做搅拌 那我们都是用手工去做搅拌 那同时吃起来的话口感会更好 不会因为机器可能把一些颗粒给挤压碎掉 那我们用手工去搅拌的话 它就可以带有一点颗粒的口感 那同时用手工的话就可以让你 糖呢更充分搅拌 就是渗透到每一颗红豆上面 就是吃起来的口感会更加的绵密 现在看老板阿伟的技术 它的动作都非常优秀 因为这过程就是要慢慢来 这样做出来也才会好吃 老板阿伟不仅实材用最好的 它对肚房卫生的要求也很高 甚至连可能只需要那一粒两年 我会用特别的器材来处理 这没说清楚 又因为我们家的原工 手手是很满 而是说这两种用量这么多 这红豆变的成本会不会太高 那奶油馅料的部分呢 我们是使用新鲜的蛋黄 那把它做成类似卡士达这样的感觉 对 那我们在鸡蛋的比例上呢 也是用的比较高 就是跟可能一般传统的红豆饼 然后我们用了更多的鸡蛋 那我觉得我们的馅料的特色呢就是 我们都用自然的食材 没有太多人工的添加物 那除了蛋黄的外 就是加了牛奶跟糖下去搅拌 搅拌的话呢 我们是用手工搅拌 那就是让这个过程就是 手要不停的去搅拌不然它可能会有烧焦 或是结块的状况 那就是我们用手工也是它能够搅拌比较均匀 所以它吃起来的口感才会特别的就是绵密 以及滑顺 另外一个口味比较特别它是咸的口味就是 起司马铃薯 然后它是用美国马铃薯 那我们早上每天手工现销新鲜去制作 那新鲜吃起来的口感就是真的跟 可能用粉调出来的是不一样的这样子 然后它的口感就会觉得非常的绵密 以及滑顺 那因为里面我们也加了无盐的奶油去搭配 所以它的口感吃起来就是 除了马铃薯本身的香气以外 就带有无盐奶油的香味这样子 这匹起司马铃薯的鸭料 像是它的香气就已经是100分了 你看它幼稚的程度 我说阿伟啊 你做的鸭都这么高价 真的有必要吗 但是看到有时候红豆饼 小小的店面之中 居然要四位工作人员来做红豆饼 我想这匹团刷当中 民生社区最受欢迎的红豆饼 它的滋味绝对是值得大家期待 好那红豆饼的制作过程的话 首先就是我们炉子的温度要到180度 就是一个最棒的温度 那在那个时候再下去倒面糊 那做出来的饼才会特别漂亮 那我们饼有个特色呢 就是会我们用木棍去把它转一圈 让它的凹洞变得更深 饼皮也变得更薄 所以我们就可以填满更多的馅料在里面 那也可以看到我们饼的馅料就是很大一坨 就是我们尽可能填满里面的空洞 所以它吃起来的时候会觉得 然后馅料都整个满出来 就是大家很喜欢的爆浆的口感 那我们有时候红豆饼总共有三种口味 那分别是红豆 奶油跟起司马铃薯 那红豆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选用台湾的屏东的红豆 然后它我们用非常多的时间去熬煮 那甜度的部分呢也是控制不要太甜 那吃起来的口感可以说是非常的绵密 然后同时也带有一点颗粒的口感 所以它吃起来的感觉是很有层次 那在口中化开的话会觉得甜而不腻 吃起来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 那另外奶油的部分呢就是我们选用的是 纽西兰的牛奶 那加上我们新鲜的鸡蛋 每天现打的鸡蛋 然后呢我们是用手工搅拌的方式 所以它吃起来口感可以说非常的滑顺 然后没有结块 就在你口中可以感觉到它是很像丝绸一般的口感 就这样化开在你的舌尖 觉得它的感觉是很不错 那至于起司马铃薯的部分呢 我们是用美国的马铃薯 那每天也是早上手工现销 就是新鲜现做 那它也是经过长期间的蒸煮 那吃起来口感也是非常的绵密 然后再搭配我们的美国起司片 所以当起司遇到温度融化之后 就可以跟完美的马铃薯泥做一个融合 所以在你口中吃起来感觉也是非常的丰富 那我们的红豆饼叫有时候红豆饼 那正如同这个命名是来自王菲的红豆首歌 那它当中的歌词也有提到就是 等到风景都看透 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那也希望我们的红豆饼能够 如同歌词所说一样 能够成为你记忆中的一部分 有时候红豆饼那简单的滋味 是让人最怀念的 但是老板阿卫在这饱满的馅料当中 加入的是细心的制作工法 与讲求口感的执着 所以吃上一口红豆饼 那美味既让人开心 更是生活中的小确幸 日日好味 Perfect 快上YouTube持续关注 牧印台北频道 同时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哦